來我們看二字二介紹什麼東西呢 介紹的是垂直平分跟這個線對稱 講垂直平分之前的話 來看這邊 有三個東西 不好意思 你要把它記下來 分別是垂直平分線 也就是所謂的中垂線 還有腳平分線 也就是分腳線 這是張姐的重點喔 就是中垂線跟腳平分線 會嗎 好那什麼是中垂線呢 來吧 你看上面空白的地方去找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就請你用那個 旁邊空白再自己寫 好不好 來我們先介紹一下 什麼是 中垂線 好 講中垂線之前的話 來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介紹 什麼是中線 什麼是中線 知道嗎 什麼是中線 知道嗎 什麼是中線 你覺得什麼是中線 你覺得什麼是中線 簡單的講 來 這裡有條直線 這個點叫中點 那請問你 那請問你 何會中線 通過這個點的線呢 就叫做中線 所以呢 你降化 可以 降化呢 也可以 降化呢 也可以 所以請問你 中線或幾條 無線 無線 無線多條 好 第二個介紹的是 垂線 什麼是垂線 知道嗎 什麼垂線 只要跟什麼東西啊 跟這條線 垂直的線呢 就稱為垂線 所以 這個叫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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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問你 垂線有幾條 一樣是 無線多條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啊 注意聽喔 我當我講中垂線的時候呢 我介紹了中線跟垂線 所以你猜 什麼是中垂線 對 什麼是中垂線 對 什麼是中垂線 中線你會的嘛 通過中頂叫中線嘛 對不對 垂線是垂直 叫做什麼 其實叫垂線 中垂線呢 不是 通過中點 而且呢 又垂直的這一條 就叫做中垂線 所以只有幾條 一條 會嗎 可以啦齁 好 但重點來了 中垂線的性質有哪些 把他記下來喔 中垂線 寫上去 中垂線 到兩端點的距離 把他記下來喔 寫上去 中垂線 到兩端點的距離 什麼意思 也是一樣 我畫個圖給你看 就知道我講意思了 假設這個是個線段 齁 然後呢 我畫個中垂線 假設通過的是這個點 OK 好 好 假設這是A點啦齁 B點 然後這個垂直 就是L 這個指的是直線L 然後這指的是A跟B兩點 然後我們就說 L 為AB的中垂線 L為AB的中垂線 代表我有垂直 而且 這兩端會相等 因為是中垂線 對不對 好 什麼就是到兩端點的距離 知道嗎 他的意思說 中垂線上任一點 這個少寫到 整個四個 寫下去 中垂線上任一點 就是你隨便描一個點 有這個點 請問你 這個點我到A的距離 好 這個點到A的距離 好 你可能要用詞畫一下喔 這個點到A的距離 會不會等於這個點到B的距離 會 這一段呢 也會一樣長 甚至於往下畫 畫這邊 也是一樣 你隨便描一個點 這兩個點連起來 跟這兩個點連起來 這一段呢也會一樣 聽懂嗎 這叫做中垂線性質 什麼性質呢 再講一遍 就是 中垂線上面 中垂線上面 你隨便 找一個點 你會發現 他到A點到B點的距離 他們是會一樣的 聽懂嗎 這個應該很顯而已 哪裡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是中垂線的話 他就有這樣的特性 聽懂我的意思嗎 只要是中垂線 你在上面隨便描一個點 他到A點跟他到B點的距離 都一定會相等 然後原因是 其實我先跟你講原因 因為 這兩個三角形一定會全等 他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因為一模一樣 所以兩個會一樣長 你現在看我畫是因為我畫的不夠精準 我如果畫精準的話 一定會一樣長 那B點比較遠 B點比較怎樣 那是因為我的終點沒有瞄得很精準 我說如果他是中垂線的話 一定會一樣長 ab是能継 AB是兩個點 然後我把兩個點 終點 這個是點 這個O點叫做終點 然後我過O這個點 我畫垂線的話 這個垂線上面隨便一個點 他到A還有他到B的距離 一定會一樣 所以那個B可以認意 對 對 任意的 對 就是我朋友我現在就畫一個好了 我再畫一個地方 好朋友我這邊畫CD 我這邊畫CD 然後呢我如果知道說這個是終點 然後把它畫出來這個垂線的話 這條線上面隨便一個點 它到C點 它到B點的距離啊 一定會一樣長 聽懂嗎 很難理解是不是 沒有所以要終點啊 所以我剛才講到 比較終點才可以啊 一定它們是C跟D的終點 因為這兩個面積 這兩個三角形的那個 不是面積 這兩個三角形會長得一模一樣 我講的是C跟D的終點 所以這兩段一定會一樣長 這樣聽懂嗎 會啦喔 接下來喔 這叫中垂線性質 好 第二個我們介紹的是這個 腳平分線 腳平分線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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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